光外觀弄不弄應該 二三十有 不真是有 不含細細碎碎的東西 那氣壓也要裝紅 這一塊我一直要找找不到 欸 稀有嗎 好像很少 很少 超級少 所以是去哪裡買到的 其實它在Apple Harpong有一個 我當時沒有完成的一個目標吧 就是我一直很想要去搭到 但是我沒有辦法突破那個卡 歡迎來到改裝不歸路 今天異常的興奮 怎麼說 神四舊愛 143 不是 是A4R棒 640 是A4R棒 你的舊愛有很多 好啦 我們今天介紹的是B9的A4R棒 然後它是40TFSI 那我們直接歡迎車主 哈囉 大家好 我是Elon 也是在坐中古車的 買這台車也是被它洗腦的 欸 不是洗腦好不好 是 一騎單車友 對 沒錯 因為它那時候開山頭的旅行室 對 531 對 然後有改氣壓 我覺得好像蠻帥的 其實我以前就對旅行室蠻喜歡的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 剛好收到了這一台 不然我來換一下 又有試船 然後就開去找它 一看完 馬上就開始慢慢的看那個B9的相關訊息 沒錯 然後先買一台A3來試試開看看 真的還不錯 VAG的車真的很棒 真的很好 也很好改 真的好 可以先買一台 12台試水 欸 然後就買掉了再買一台 哇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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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我也可以這個樣子 你一直都是這樣 欸 介紹一下你的外觀 我全車貼的模式 加拿大的VVID 旅軒的話是 美國牌子的落地縫 CVT的旅軒 然後裡面卡鉗的話是 Brembo大六 然後有升級一個 RS-Port的銀額 貼的模式還是換殼 整個換殼 全車的包是RS-Port的包 然後尾式管的話是MTM的 然後頭中尾的排氣管 然後一階MTM的 油改氣壓 氣壓避震的話是 Aerleaf的系統 避震的品牌是AORES的第二品牌 但我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我好唸 太難唸了 基本上外觀的話 大概是這樣 其實旅行車我覺得外觀 就夠了 帥就薄了 帥就好 這樣子光外觀弄應該 三十 二三十有了 二三十有了 不含細細碎碎的東西 主要還是要整體性 後面還有拔一個後魚刷 對還有拔一個後魚刷 車標 窗框也是貼的嗎 窗框是烤的 所以它烤機的難度會比較高 單價會比較高 光烤窗框就破萬了 然後還有升級MD的側群下巴 下巴側群 那個都是從英國訂的 你那時候還有多換一個這個嗎 對 這塊我一直要找找不到 很稀有嗎 台灣很少 很少的有 所以是去哪裡買到的 就剛好有人 剛好生意組備品 然後就賣給我了 其實它在A4R1有一個 我當時沒有完成的一個目標吧 就是我一直很想要去達到 但是我沒有辦法突破那個坎 主要是它很要求操控器 如果改了操控器失去了 它會超不爽 主要是它的氣壓 然後再來就是 店家它在幫你做裝潢這一塊 我覺得裝潢這一塊比較重要 你知道什麼是裝潢嗎 裝潢 就像你買新房子 新房子要裝潢一樣 那氣壓也要裝潢 那必須的必領 沒有錯 好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什麼叫做氣壓的裝潢 這套系統就叫Aerleave 然後只有系統 是我前一台車沿用下來 其他的我都是自己再加購另外買的 因為這個東西都可以單買 你如果喜歡別的品牌的氣瓶 還是別的品牌的馬達 還是別的品牌的系統都可以單買 都可以單買 對你可以組在一起 然後邊一套 然後主要還是施工者的功力在買 那這樣大概要花多少錢 我現在沿用上一個系統 就光新的馬達兩顆 跟自證電跟氣瓶 還有新的避震還有現煮的話 花起來大概是23萬 十二十三是我們的價格還是 當然是我們的價格 對 如果那個 外面的 那個底下的觀眾看到 會比較貴硬妹妹啦 硬妹妹啦 你們價格就自己跟老闆談 這件叫什麼 這件叫靜泰 靜泰喔 在大寮 他是非常龜毛的一個老闆 他每一個線啊每一個配置都做得還蠻不錯 龜毛是對他的一種稱讚對不對 對 稱讚 然後他的龜毛是對這個東西的尊重 他除了配線龜毛之外 他還會把我們自己車上的東西 額外的在做保護 類似這種細緻的地方 雖然他的工資會比較貴一點 你上一台也是兩顆馬達 我上一台是一顆馬達而已 一顆而已 因為位置不夠 我是很想要上兩顆馬達 兩顆馬達打氣速度比較快 那三顆咧 沒有三顆啦 沒有三顆喔 對就兩顆 最多兩顆 對一人兩顆 這個也是要定時去保養 對啊 時間到要漏水 要漏水 避免裡面會 積水然後久了會 容易生鏽等等 那水氣怎麼排 這裡有一個 他會額外做一個管子 像他比較用心一點是 正常都會坐在下面 那你再接一個管子下去排 然後他已經幫我接好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裡比較多空間 然後再插一個噴水管 就可以噴水 我覺得這台車外觀最大的特色 除了7i以外 這就是呂軒 雖然是買二手的 但是這個呂軒 是被他的外觀吸引到 他的外觀比較特別一點 他叫做Rotifon CVT系列 19吋的 卡鉗的話是Brembo的L1 你可以跟我說 現在這個框是哪裡吸引的 你有沒有玩過風之谷 我有玩過 什麼手裡劍對不對 對 風魔手裡劍 很像勒 我超愛風魔手裡劍 就是盜賊的角色 就很像風魔手裡劍 所以我就被這一組呂軒吸引到 他原本是鐵灰色的 然後後來又改成銀色 所以是自己去烤的嗎 對 自己後來去烤 我比較有顏色的對比 然後 他是鑄造的 那應該蠻重的 重量蠻重的 當然為了帥 管他的 那這個框會很貴嗎 新品的話我現在有問過 有漲價 漲到七萬多 然後二手的話大概三四萬塊 還蠻有入手的一組框 但是我們的規格會比較需要 一梯子比較小一點 他才能比較切齊 所以我有特別墊 Spacer 啊也是靜態的老闆幫我做設計 讓他降下來是剛好切齊 Spacer也是專用的 也是專用的 那你是墊多少出來 我就不信你這樣看得出來 這樣 如果我看得出來勒 我就請你喝飲料 好 你不能直接摸吧 請問我的手上面是有刻度是不是 我只要摸一下就知道多少 我只要摸一下就知道多少 用摸著就知道了嗎 好啦不用明講 我跟你講這個是15到20之間 對差不多 我怎麼知道你說的是不是真的 等一下猜下來看啊 我能證明他是真的嗎 當初應該是裝15沒有錯 後輪是裝18 有多電0.3 其實這個不用猜下來看 就是你的ET是多少 35 那正常應該是裝 這樣才10而已 沒有我15 因為我會 往內說啊 對我自己要這樣下來 對我有調CAMBA 我會往內說 對對對 這樣比較好看 這樣大家明白了嗎 欸 我現在在回想我們是怎麼認識的 剛好都是賣車的同行 就是有生意上配合才有認識到 阿淳 玉尊 阿淳 不好意思 阿淳 對啦就是因為他 然後後面就是慢慢的一些 改裝車的交流 所以變車友 然後變朋友 還沒有到訓練的 幹嘛呢 車子滿是一個媒介的 其實改車可以比較 很快速的去認識一些 講得有點餓 你可以先去吃飯嗎 好啊 看到我肚子都變小了 變小了 欸 欸 欸 你要跟觀眾說 你為什麼要玩這一次 就是以前 到現在都沒有玩過喝一句 阿 想說 剛好你也 換那台 Apple阿棒 所以想說就 開開看 阿沒辦法 經費不足就買40而已 然後 改裝品又多 又好改 還是叫我Apple去改玩器 還是要改阿玩器阿比較好玩阿 確定咧 不會哪天趴在那邊就騎不老 改裝看品牌 我也不要說什麼品牌 就是說 它可能漏氣的話 就直接降到最低 就是人家說的故路阿 你覺得現在車子一樣 降到最低 對 真的 有夠慘的 你們有遇到到會有這種動畫發生嗎 有啦 有晶片穩定 輸出的時候 就知道新車會一直在叫 會導致二手車的崩盤 阿也沒有說到崩盤就是 回到它原本該有的價 所以現在算是個 買車的時機嗎 二手車 對 算是嗎 就是 車行也會把以前的價格下修到現在的 正常行情 那你們開的A4 價格也掉很多啊 我覺得還好 反而這種比較特殊 有在玩的玩家的車 比較不會太大的落差 而且現在A4好棒 中國是小 不多 第一輛比較少 第二就是 它這個世代 就是B9剛好是新的系統 對 所以反而它 好入手又好 就比較保值一點 那我們要去體驗一下 氣壓懸吊 可以我們做一下 我真的真的沒有做過 好啦我們先試車 好 那現在這個是 把它們已經開了嗎 把它們開一半 可以全開 它可以控制喔 可以控制 全開 欸你這個有亮燈過嗎 沒有 改完到現在 都沒有 我先試加速 滿線性的 你看旅行車 然後我們也要滿坐式的 對啊 它剛剛其實瞬間 那個加速度是有 滿時候四個人 差不多會快兩百 兩百多公斤 Wait a minute 兩百多公斤 不要瞎掰好嗎 會打滑嗎 會 雙7RB線打滑會有差嗎 打滑沒有差 欸有勒有勒 會打滑 它會左右 對它會左右 所以剛剛是有稍微打滑 有 駕駛人感覺會比較明顯 然後 然後 畢竟它有車身穩定器 對 所以它不會說真的 一點點重 不會到達滑 會到失控 對 不會不會 我開過A4 我有抓到一個 感覺 你油門幹到底 是沒有力 你要幹到底 然後回收回來 再補一下 再補一下 幹它那個超快的 7RB線做起來的感覺 怎樣 直線我覺得還不錯 滿舒服的 對 它不會像改裝的 這裡的腳 它也是會有一個 輕輕塞 高度 撐到最高 是最硬的 因為它很光寶器 對 然後我們一般行駛高度是 半暖半硬 所以它 有那個回彈 舒適感會出來 我會選美國的是 因為它安全性比較好 我是改Aerleaf 安全性比較好 你怎麼講 就像類似你在漏氣 它的避震是維持的 不會整個爬下來 像你路不平 它會幫你自圍微調 那個奇壓的氣 它微調是 每一秒都在微調 那種 像這個嗎 對 它會一直慢慢的 水平跳 等一下 稍微快一點 快破就是讚 不會擊殺 也不會點 就是 順順的 殺住 避震也抓得住 剛剛激烈超級 它不會有太大的車型 而且有一些車是 你過去坐它 回來它會搖 但它不會 M後座很有感喔 真的蠻穩的 很棒喔 要改啊 M4改避震 我覺得S4改避震也不錯啦 M4先處理掉吧 先上架是不是 如果你們有改裝完的愛車 想要跟我們一起拍片分享 幫我到官方來投稿 就是你的車款 年份 改裝項目 還有照片 那最好是有金額啦 對 那我們會盡快跟你們約 拍片的時間 那期待你們 各位的改裝工作 這輪框 你原本是改那個AG的 對啊 AG的 這比較重 這個比較重 這個鑄造的 所以我如果裝AG的 它是不是會更挑 會更挑 比較輕 對啊 講到這個 你開那個時候開F31 跟這個 你操控上會比較喜歡嗎 我比較喜歡 後驅 F31 對 操控上 但是加速感還是 它比較線性 說實在啦 我有對 其他懸吊有改觀喔 有嗎 我本來就以為是會很軟 只是為了可以上上下下而已 它不只帥 它現在這個輪子都可以獨立控制 對 然後再加油煮你可以調整它的軟硬度 對 所以舒適感 現在就是看師傅怎麼做調整 對調到你最要的舒適感 還是建議全部都改好以後再上氣壓是最好的 為什麼啊 假設鋁圈還沒改好 你先上氣壓 你到時候再改鋁圈還要去重新調整 對 還要再重新調整數據等等的 可以喔 整體我覺得 我如果換旅行次的話我會想要改 就直接上 會直接上 不是啊 你都要賣了 我還沒要賣 爸 不會啦 還是會搭你的車友 到時候是怎麼樣 一起換S4 可以喔 可以 說好了喔 這台下一台S4 S4 B9 B9 一定要B9 講好了 等一下一次嚕來兩台來賣 好啦 那今天很感謝我們的麥卡斯車業 好啦我們去找下一台改裝車 大家下次見 掰掰 掰掰